在我国古代的时候,就有了修西的说法。 女人犯了错以后,被丈夫嫌隙,然后就会修西送回娘家。 大家听你刚说过人死了以后修西的吗? 将尸体送回娘家。 这得有多大的错才会这么干呀? 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死了被修的女人。 她就是梁元帝的原配夫人徐昭佩。 她嫁给丈夫的时候,丈夫还没有当了皇帝。 虽然说他们两个人的婚姻,属于政治婚姻。 但是当时的一些贵族们,有几个不是这样的呢? 所以这并不是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不好的原因。 丈夫不喜欢她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她的长相。 因为她长得不好看。 甚至丈夫都不想看到她。 后来丈夫两三年才会去她的屋里一次。 而丈夫不想看见她。 她自然也不愿意给丈夫好脸色看。 所以每次丈夫来的时候,她都是半张脸化妆。 半张脸不化妆。 因为她的丈夫有一只眼睛是瞎的。 所以她这样打扮也是为了讽刺丈夫。 她的丈夫看到以后非常的生气。 所以对她更加的讨厌了。 她喜欢喝酒。 可能是为了消愁。 因为不被丈夫带见识谁都不会开心。 每次她喝多了,就吐到丈夫衣服里。 到后来的时候,她长时间的独守空房。 开始寂寞难耐。 于是就不守父道。 先是跟一个和尚思通。 后来见济济江的随从长得漂亮。 所以又跟她有了关系。 而济济江就经常感叹,她虽然年纪不小了,但是仍然多情。 从此以后就有了伴老徐娘的成语。 后来她还跟很多的男人来往。 她的丈夫就非常的生气。 但是她解决的方法跟正常人不一样。 正常人都会想办法不被人知道。 在家里跟妻子解决。 而她却生怕别人不知道。 在大街上,公布她的不耻行为来侮辱她。 她不仅不守父道。 而且还极度心强。 一旦发现丈夫的其他小妾怀孕,就把小妾杀了。 而那些不被丈夫宠爱的就一起喝酒。 后来丈夫最宠爱的小妾突然死了。 所以她丈夫怀疑是她杀的。 非常愤怒。 于是就逼她自杀。 她知道自己活不成了。 于是就跳井自杀了。 在她死后, 丈夫就把她的尸体送回了娘家。 还不让她的儿子穿校服给她送中。 关于他们两个人。 还有一个传说。 她出嫁的当天。 迎亲的队伍走得走得, 就突然刮起了大风。 房顶都被掀了。 过了一会又开始下冰雹。 后来快回去的时候, 又突然打雷了。 所以她丈夫感觉非常不祥。 后来果然是这样。 可见两个人天生就是一对冤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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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